嗨,大家好,我是海莉 今天聊一下怎样辨别食物的寒性、热性 或者说是阴性和阳性 一旦你掌握到这些规律与技巧 就会更容易选择有益于自己身体的食物 话不多说,那我们开始吧 首先,你要知道自己是属于什么体质 阳性体质的人一般肌肉结实,皮肤略黑 易怒多冻,体温高,怕热,有体力 食欲旺盛,有时容易便秘 而阴性体质的人一般脸色苍白 个性温和,敏感 极端时会陷入疑郁状态 体温低,怕冷,没有力气 但抗压性较高,持久力比较强,也比较长寿 中性体质的人不是很多 如果你是这样,那真的是太恭喜你了 那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 不用看食物标签,就可以轻松地判断食物的性质呢 当然有,不要忘了点赞和收藏起来 第一点,根据颜色和形状 一般来说,阴性食物颜色比较浅 属于冷色系,绿色,白色,蓝色偏多 比如说芹菜,黄瓜,苦瓜,冬瓜,绿茶,绿豆,梨,白萝卜,笔记,白砂糖和蓝莓 而阳性的食物颜色比较深,属于暖色系 红色,黑色偏多,比如说红辣椒,花椒,荔枝,樱桃和南瓜等等 你只要记住,颜色深的食品能够使身体温暖,甚至是上火 颜色浅的食物能够使身体变冷,或者是清热降火就行了 除了颜色,外表形状也可以作为一个标准 所谓的相似原理,就是吃什么像什么 跟英文的You are what you eat差不多的概念 一般来说,柔软,水分比较多的食物是偏寒凉的 相反,坚硬,水分较少的食物是暖性的 比如说面包和蛋糕,吃了身形也会变得蓬松和膨胀起来 而黑米杂粮馒头,糙米或坚果,看着硬硬的 吃了之后身体也会变得紧绷的感觉 第二点,热带的食物,偏寒,寒冷地区的食物,暖身 一般来说,在北方生长的蔬菜和水果都很适合当地人使用 有暖身的功效,比如说北方产的水果 像苹果,葡萄,樱桃,里姿,梅姿等的水果 可以说是中性偏暖的,吃了不会觉得寒冷 北方的食物比较咸,比如说韩国人比较喜欢吃泡菜 因为天气寒冷,食盐和辣椒都是能让身体发暖的食品 顺应人体需要 而南方的天气比较燥热,当地产的水果,蔬菜含水分多 可以消暑降温 比如说西瓜,香蕉,柠檬,芒果和凤梨等等 这些水果都是寒性的,身体阴虚的人注意不要破量食用 这里我还想提一个食品就是咖喱 大多数人会觉得它是一个热性食品,但其实它是寒凉的 硬度比较炎热,吃咖喱有去造降温的效果 第三点,地下长的和地上长的根与净叶 阳性的蔬果类一般比较致密沉重 通常长在地上或者是深入在土里 因为它自身是热性的,不需要阳光 比如说花生,土豆,山药,姜等等 由于长期埋藏在土壤中,水分较少,故而性热 阳性的食物存放的时间一般较长,不容易坏或者变质 而阴性的蔬果类一般是往地面上生长 成长速度较快,叶子多,水分多 属于夏季类作物,生长于比较暖和的气候 比如说甘蓝,小白菜,空心菜,竹笋,番茄,油菜,丝瓜,茄子,菠菜等等 寒性的蔬菜容易变坏,需要及时使用 第四点就是根据味道来判断 胃苦,甘甜或酸的食物性寒 比如说苦瓜,梅子醋 除此之外,加工的零食,饮料和甜食都是寒性的 比如说咖啡,牛奶,清凉饮料,啤酒 对水威士忌和甜点等等 味道咸的或者是辛辣的暖身 比如说食盐,酱油,辣椒,花椒,姜,香辛料等等 第五点,静与动 这种比较适用于动物类的食物 在《皇帝内经》中有一句话 叫做阴静阳造 阳性的食物偏于躁动 而阴性的食物偏于静止 这样说来,大部分的飞禽走兽都是热性食物 包括牛肉,羊肉,鸡肉,兔肉等等 而且跑得越快的动物,热性就越大 狗肉比羊肉热,羊肉比牛肉热等等 还有就是天上飞的比地上跑的热性大 山针,鸟类都是大热之食 水里游的生物有爱冻的,有不爱冻的 但因为海水是寒性的 这就决定了海鲜80%都是寒性的 除了鱼,虾,鲍鱼等极少数是温热之性 大部分都是寒凉的 像螃蟹,哈利,生蚝等等 这些是寒性的 但也属于比较安静的生物 以上就是我总结的六个方面 一般来讲阴性食品吃了会让身体变冷 而阳性食品则是体温升高 我们选择食物的原则就是 阴性体质的人应该多吃阳性食品 阳性体质的人应该多吃阴性食品 这样身体就能够保持平衡 能够向中性的体质转变 但是也不能完全偏食 虽然说阴性食品比较寒 但是它们寒钾离子多 阳性食物较热 但是多寒钠离子 只有身体里的钠钾平衡 才能够达到最健康的状态 Life is a balance 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你 更轻松地选择适合自己的体质 心情 季节 和身体状况的食物 更健康的生活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会在未来的视频里分享一下 如何把阴性食物变成阳性食品的技巧和方法 关注我 我是海力 我们下一期视频见